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 其实风这个东西我们并不陌生 但是看到这样的一个题目 乡村的风 确实也会激起我们的一些思考 那就是乡村的风 到底跟城市的风有什么区别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过乡村 其实比如说我在小时候 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乡村度过的 乡村的感觉是风是比较大的 确实是这样 比方说在这个文章的开篇 这个作者一上来就说 风是乡村的魂 它不是说乡村有风这么简单 它的意思是真正的乡村 跟城市的一个重要的 最核心的一个区别 一个感受就是 它是有风的 那我们对应着想一想 那城市的风 为什么就不行 其实我们平时很多人都生活在城市当中 我们会发现城市当中 往往是高楼大厦 对不对 然后人跟人之间摩肩接种 大家这个来来往往非常的密集 那么风是乡村的魂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在这个乡村当中 为什么风是非常大的 非常特殊的 这可能是因为乡村 乡村来讲是比较空旷的 比较辽阔的 它不会像一个城市 建筑物排的那么密集 对吧 它的土地感觉相对的空 相对的阔 所以你走在乡村总会迎头吹来一阵风 我们来看这个作者怎么去写乡村的风 他说风是乡村的魂 他不喜欢老是待在一个地方 到处游荡着 十南十北 忽东忽西的 这样一个写法就把这个风给写活了 他没有直接去写说风在乡村到处刮 不是这么写 而是说风好像是有生命的东西 好像他有自己的主张 有自己的灵魂 他不喜欢总是待在同一个地方 而是在到处游荡 十南十北忽东忽西 也就是说乡村的风通过第二句话 我们发现他有个什么特点 这是我们自己在读文章的时候 一定要意识到 就是我们要学会去总结每个句子 它背后到底在讲什么 比方说这个句子讲 风不喜欢老是待在一个地方 在乡村 这个风不喜欢老待在一个地方 它会到处游荡 十南是北忽东忽西 那他写出了乡村的风的什么特点 这是大家应该去思考的问题 你看不待在一个地方 到处跑 一会往东 一会往西 一会往南 一会往北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风 是不是感觉有点乱 而不是像城市当中的很多东西 那么整齐 那么规矩 或者是那么确定 它是不太确定的 感觉一会在这 一会在那 一会朝这边吹 一会朝那边吹 它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那么这个到底跟作者想要表达的主旨 有什么关系呢 乡村的风很乱 这件事情 当然不值得一个人去写篇文章 我们在前面讲过 任何一篇文章一定都是有作者 对于人生的 对于生命的很多感触和思考的 所以我们可能要去想的一个问题是 这种乱到底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生命感触 那我们继续往后读 它走到哪里 哪里就能感觉到乡村的呼吸 所以你看 它讲的说风是乡村的呼吸 也就是说很多乡村的味道 乡村的生命的感觉 是被风给带来的 对吧 那我们有时候其实一个人 来到一个乡村 尤其是从一个大城市里去一个乡村 有时候可能你稍微呼吸 一口这个新鲜的空气 你就知道你已经远离了繁华的都市 你可能就来到乡村了 那么他在这里讲呢 说风可能就代表着一种乡村的呼吸 好 我们继续往后看 每次从城里回到老家窦村 第一个迎接我的便是风 所以其实他写到的是一种很灵活的方式 他想要表达的就是说 我每次回自己老家的时候 一到首先的感觉是风变的不一样的 我们虽然好多年没有见面了 但是他一点也不会生分 也就是说这个风还是我印象当中的那个样子 而且我一到这个地方 马上就归来一阵风 马上就会吹过来一阵风 先生用顽皮的小手把我服服帖帖的头发拨弄乱 他把这个风当成了一个调皮的孩子 对不对 你会发现他把这个风当做一个调皮的孩子 到时候他一到呢 先用这个顽皮的小手把我本来是服服帖帖的 这个头发给弄乱了 然后呢 再在我干净的皮鞋和西服上 随意的撒上一些尘土 还有细碎的草线 如果是春天 风又会像一只摇头摆尾的小花狗 当我从汽车上走下来 我的视觉还没有来得及舒展开呢 他就会从我的身上嗅出了豆村的气味 然后非常亲热的扑过来 他所有的在这里面的形容 不管是小花狗也好 还是顽皮的小孩也好 你会发现他有一个什么特点 他的特点都是比较调皮 而且比较富有生机的 对不对 调皮而富有生机 他不是那种很服服帖帖的感觉 像一只摇头摆尾的小花狗 他有一种生命力在这里面 然后呢 他说我刚来到这个乡村的时候 刚来到老家的时候 风就会第一个过来迎接我 他也是让我最早的感受到 老家的感觉的一个失误 那当他扑过来的时候 他会伸出温暖的小舌头 一下一下填我的手和脚踝 你怎么赶都赶不走 也就是说这个乡村的风 当我回到老家的时候 给了我一种熟悉的温暖的亲切的感觉 如果是秋天 风里就会再有果实发酵的味道 那种优微的唇艺就好像一个去镇上打酒的孩子 一不小心把酒撒了一路 惹得人隐隐的有些陶醉 所以作者在写到自己刚回到老家的时候 风给了自己什么样的感觉 亲近的亲切的 对不对 然后有这种生机的 这是这个整体上来讲 刚才这一段 他说我一回到我的乡村老家 来了的风 就是这种感觉 他是亲切的 他是生机的 同时他也是不拘束的 一点都不拘束 他会把我在城市里面 本来已经习惯搞的人母狗样的这个样子 对吧 然后突然间就给弄乱 就给扑上来 一会儿就像一只小狗一样 一会儿舔一舔我的手 一会儿舔一舔我的脚 你赶也赶不走 他会感觉到让你回到了一个非常的自然的状态 好像打破了原先在城市当中的一些居住和一些居景 变得亲切了 变得自然了 好 我们再往后看 因为风的缘故乡村里有许多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事物 便有了某种失意 好 这是风的下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功能 就是使乡村具有了失意 那上一段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 风让乡村具有了什么 是不是具有了温度 具有了情感 对不对 就好像是因为这个风的存在 而使得我回到这个阔别多年的老家 似乎并不感觉陌生 好像反而感觉很熟悉很亲切 好像有人过来安慰我 有人过来欢迎我 有人过来和我非常亲近的抱一抱 就这种感觉 所以他使得这个整个的乡村有了温度 好 那上一段是有温度 这段呢就讲 本来乡村里面是很多很平常的东西 但是因为有了风 所以他有了失意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失意 他说你瞧 那晚风里边的吹烟 怎么看都像是一幅玄万灰旧的狂草 就本来是说我们做饭的时候 这个鸟鸟吹烟从那个烟筒当中飘出去 但是因为有了风 所以好像这个吹烟变得不再是固定的 或者不再是一条确定的路线 它好像变得无法寻觅它的踪迹 羚羊挂脚无迹可寻 有点像是一幅艺术字 对不对 有点像是玄万灰旧的狂草 就是草书 然后云烟乱骨 该虚的地方虚 该食的地方食 那是我们在涓和纸上无法做到的 这可谓真正的是天书了 就是说这个风使得吹烟 好像是在天上写了一幅狂草 而且平时你在人间要去写 很难写得出来 那我们现在想一想 它所谓的风让乡村的平常事物 具有了诗意 实际上这种诗意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美 你发现了吧 这其实是一种美 那上一次我们再对应着去想 就是我们自己在读文章的时候一定要对应着想 每个部分有时候你从第一个部分会读出这个来 第二个部分会读出另一个来 但是当你读出第二个部分的某个特点的时候 你一定要回过头来再去想第一个部分有没有对应的东西 比方说如果我们说第二个部分 他去写诗意的时候表现了乡村的美 那么他第一个部分 写我回到乡村 因为风的存在而使我感到非常的 亲近有温度 他写出了乡村的什么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点善 有一点真 你能感受到吗 其实我们的真善美的境界全部都在这里面 就是他会去写这个一个人回到乡村的时候 他原先的那个虚伪的东西 原先的那个跟别人之间有隔阂的 故意的摆出来的那个样子 被风一下子给拨乱了 你回到了你原来的感觉 同时呢更重要的是 你会感受到一种善意扑面而来 一种亲近扑面而来 所以其实上一个部分 他会写到善意写的更多一点 同时隐藏了一点点的真 那这个阶段就会写美写的更多一些 所以他说乡村的风 使得乡村变得真正的美了起来 甚至可能超出了我们在现实当中的那种美 就说他用这个吹烟在天上写的字 这真的是天书 在平时我们根本就做不到 然后后面讲连档也是 一阵风吹过去 一阵风又吹过来 满档甜甜的连叶变乱了 这个甜甜是什么意思 层层叠叠的这个意思 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在读文章的时候 可以去积累一些非常漂亮的书面与会 比方说大家可能会说 这个荷塘上面有一层一层的叶子 厚厚的一档一档的叶子等等 但其实如果用一个稍微树面语点的高级的词 就是甜甜的叶子 当然这个用法 其实在朱子清的核糖月色里面也用过 区区折折的核糖上面迷惘的是甜甜的叶子 然而乱是乱了 但却乱出了味道 这个有意思了 什么叫乱出了味道 你会发现这个乱字其实在前面也出现过 他说当我第一次回到这个乡村的时候 我会感受到这个风吹过来 将我整齐的头发拨乱 在我干净的鞋子上撒上一点尘土 撒上一点青草 对吧 就这种感觉 那他后面就讲说乱虽然乱了 但是乱出了味道 为什么会乱出味道来 大家都能够体会这个乱 为什么会出现一种味道 会出现一种格外的韵味和滋味 事实上这里的乱真的是乱吗 这里的乱不是乱 是什么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方说 我们今天去吃饭 如果你发现在你面前摆着的是整整齐齐的大米 今天这顿饭是一种吃法 或者第二天你去吃 你发现摆着是整整齐齐的一种鱼肉 第三天你去发现摆着是整整齐齐的一排这个肉骨头 每次去吃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很整齐 规划的很清楚 但是如果你第四天去吃饭 你发现这个桌上面有米 有肉 有鱼 有蛋 有菜 而且菜有不同种的类别和做法 然后肉又有不同种的类别的肉 对吧 然后这个鱼呢 有不同的类别的鱼 你是不是顿时感觉它乱了 但这个乱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是丰富多彩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用乱实际上表现的是丰富多彩 而不是表现的混乱杂乱无章 不是表现这个的 它是为了表现丰富的 我给大家举两个古代的例子 一个呢 是这个我们古代的一个小小的文学作品 它里面就讲到说江南三越 到了江南的三越 非常的美丽 怎么美丽呢 叫杂花生树 群鹰乱飞 你注意它在这里面用了两个词 一个词是杂 一个词是乱 但是这两个词是不是为了告诉你 这个地方太没规矩了 竟然有乱七八糟这么多花 乱七八糟这么多鸟 其实不是的 它是为了向你表现一种丰富多彩 这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描写江南三越的句子 那第二个例子呢 就是在清朝有一个文人叫沈富 沈富在福生六纪当中呢 曾经提到过有一次 他跟几个朋友一起去一个园中去一边赏花 一边在底下这个野餐 然后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在这个开心之余 大家看到说当时叫什么 叫风蝶乱飞 这里的风蝶乱飞 指的是大家朝向不同的方向 然后不同的种类 不同的数量跑来跑去 它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它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 是一种丰富多彩的感觉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 这里的乱指的是丰富多彩 也指的是生机勃勃 就是感觉不受控制 感觉不是那种很死板的 只能朝这一个方向走 只能长成这一个样子 这就是乱这个字写的好处 所以他说在风一吹来的时候 满档的甜甜的连夜就乱了 虽然风没来的时候 整整齐齐感觉也挺好 有一种秩序感 但是当风把它吹开一层又一层 当这个层次感显现出来的时候 它会显得更加的美丽 对吧 后面就讲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我也说不清 你要注意 在这个所有的文学作品里面的 说不清不是做着不知道 而是不能明确告诉你 因为文学作品总是需要你去体会的 需要你去自己思考和把握的 所以越是到了不知道 说不清这样的一些词出现的时候 你越应该仔细的去体会 比方说我们到这个中学之后 还会学到一篇鲁迅的课文 鲁迅的文章叫滕野先生 滕野先生就会讲 说不出为什么 对吧 他就讲说我到东京的时候 然后这个很失望 后来我就准备去仙台 在去仙台的路上 我就碰到了一个叫日暮里的车站 然后接下来就讲说 不知道为什么 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个名字 你看他一旦告诉你不知道为什么 他一定知道为什么 他只是在提示你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感受 我不能明书 你要通过我的表达去推测 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的 我们应该去推测 为什么他会说这里的乱 是乱出了味道 其实是乱出了生机勃勃的感觉 乱出了丰富多彩的感觉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